- 重新錄一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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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我是伊夏 - 我是 Kelly - 我們上個禮拜的那個 - 關於太陽花的精華 - 我發現回想非常的熱烈 - 對 - 大家是不是都被勾起一些不好的回憶 - 大家是集體PTSD了 - 對啊 - 我們那個PTSD - 我們本來是很想要認真的回顧一下歷史 - 沒有想到造成大家這麼大的那種創傷感耶 - 就是很多人都有分享自己當初的一些經驗 - 然後還有的時候聽到哭 - 對 我們的確也是錄到哭沒錯 - 對 這個是我要抱歉 - 對 這個是我要抱歉 - 因為我不小心哽咽 - 你沒有不小心哽咽 - 你剛剛根本在痛哭好不好 - 我那時候我有痛哭嗎 - 你是痛哭 - 而且你還哭到聲音變成另外一個中年男子 - 對 對 - 嚇到 - 好 OK - 那我們今天先來講一下一些小事實 - 有趣的事情 - 那一定就是柯文哲喔 - 我週末看到很誇張的 - 就是柯文哲說什麼 - 因為柯文哲很愛強調自己幾點起床 - 喔 - 他很愛炫耀他早 - 他很愛早起 - 他就只是睡不著吧 - 然後因為有民眾問柯文哲說 - 如果你跟侯友宜組歌 - 侯友宜有辦法七點半起床嗎 - 這什麼爛問題啊 - 七點半上班 - 不是起床 - 對 - 然後柯文哲說什麼 - 他七點半是對他自己的要求 - 他沒有要求公務員都要這樣子 - 當然是啊 - 剛好公務員跟你一樣時間上班 - 公務員要打卡耶 - 然後他就講說但他在美國 - 你把那個麥克風對準一下有點偏向 - 對 好 - 然後他就說他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- 我要先確認一下柯文哲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- 因為我記得這件事也是有一個爭議的 - 就是柯文哲他很喜歡碰碰講一些他 - 對 - 實際上沒有這麼偉大的故事 - 就例如他說他在美國念書什麼的 - 所以他到底是去美國念什麼書 - 我們要先查一下嗎 - 還是他就只是跟就是泛泛範圍棋一樣 - 他說他強調自己很常愛說他自己曾經留學過美國 - 對 - 但他其實只是去短期禁修一年 - 對 - 那也是有去念書啦 - 有啦 - 翻圍棋 - 對對對對 - 翻圍棋 - 欸你要把我查資料那邊刪掉 - 國商公有一集他直接把我說 - 欸我查一下的那邊全部露出來 - 不只那一集很多集 - 我們的節目強調真實 - 好 - 這是我們真實的反應 - 總之扣文哲就說他在留美期間 - 他說那時候美國教授都六點半就會到也太早了 - 然後他下一句是反而是掃地的黑人最慢來 - 不不不不不 - 然後我覺得到這邊已經夠誇張了 - 就他下一句是說政治就是要以身作則 - 所以位子越高的人就該越勤奮越接見 - 嗯哼 - 他的意思就是碗道的那個黑人掃地的 - 是因為他位子很低所以他自己 - 我自己我的理解他是 - 你在超越他嗎 - 我沒有超越他 - 是這樣子沒錯吧 - 他位子越高越勤奮 - 越要早起的話 - 那蔡英文每天要幾點起床 - 凌晨三點嗎 - 可是我不知道 - 那到底要幾點睡啊 - 不要睡好不好 - 他的標準是這個嘛 - 可是掃地的不是 - 例如今天我先是一個 - 清潔工 - 學校的清潔工或是什麼 - 我通常都是 - 一定是最後等大家離開我 - 才要去做收尾嘛 - 是啊 - 所以我幹嘛要最早來 - 就是我幹嘛跟我 - 我結束的工作交接啊 - 是 - 這個好像也不能這樣講 - 就是不一定每一個清潔工 - 就是每一個機構 - 但通常印象中他 - 可能他沒有排班吧 - 不知道 - 嗯 - 但重點他的重點不是 - 重點是他種族歧視 - 他直接把黑人這兩個字講出來 - 掃地的黑人最慢來 - 對 - 可是那個 - 我覺得侯友宜的反駁也 - 蠻允許的 - 侯友宜說什麼 - 侯友宜他 - 她 - 她說無法表歧視言論 - 沒有沒有 - 她是說柯文哲的市長 - 不好意思喔 - 我比你還要早上班啦 - 她還在糾結這個 - 她們在比賽這個 - 我真的是 - 我快笑瘋 - 好幼稚喔 - 她說什麼 - 因為她就說 - 她自己都五六點 - 就到新北市上班 - 好啦好啦 - 然後晚上十一點才回家 - 那CP值很低欸 - 就是 - 你做那麼少事 - 你其實下午來也可以 - 你公時這麼長 - 然後政績還這麼少 - 不是 而且這是什麼 - 上班比賽 - 上班時間 - 上班比賽 - 上班時間 - 因為如果人家是當心偷 - 心水小偷的話 - 心偷 - 剛有 - 剛有比較好 - 對啊 - 不是我覺得 - 吵這個到底要幹嘛 - 而且重點不是幾點上班 - 重點是她怎麼可以直接 - 把掃地的這種階級 - 直接擴得在黑人身上 - 她的意思好像是 - 你的那個 - 就是刻板 - 你的地位越高 - 你是越努力換來的 - 然後人家 - 就是這個刻板印象 - 跟種族歧視真的很可怕 - 不是她 - 不到一分鐘的發言裡面 - 就有這麼多 - 就可以吐槽的點 - 算 - 她真的很有趣 - 我還是在糾結掃地的 - 不用第一個到吧 - 就是你就是要 - 你就是要 - 你就是要學生跟教授 - 來的弄髒 - 掃地的才要去掃吧 - 就她本來就可以晚一點到 - 不是這樣子嗎 - 你不要一直講 - 掃地的有過難聽的 - 不是掃地或掃... - 你說清潔工好不好 - 掃地或清潔都可以吧 - 因為不只有掃地啊 - 清潔工裡面有很多專業 - 我沒有便宜 - 因為我本來想 - 人生中最想做的工作就是那個 - 清潔工 - 就是去飯店做那個整理房屋 - 你說房屋人員 - 欸Lisa不是有做過嗎 - 對啊 - 因為我本來很想做這個工作 - 因為我很喜歡打掃房間 - 喜歡打掃 - 然後後來就有個朋友說 - 打掃別人的房間 - 跟自己的房間是不一樣的喔 - 就是你沒有那個 - 歡心 - 我就說我應該也是會蠻像的 - 因為我以前常常去朋友家 - 會偷偷地把他掃車的時候 - 那你是Monica欸 - Monica - 你知道 - 你說六人行李 - 對啊 - 他超喜歡打掃的 - 對啊 - 你真的是Monica - 好 反正就是柯文哲又失眼了 - 但柯文哲又失眼了 - 對 - 然後 - 但柯文哲有回應喔 - 他說他沒有歧視 - 他說是三立在段高 - 屁 - 他說萬事灌山 - 萬...萬... - 萬... - 萬事灌山立 - 萬事灌山立 - 然後上禮拜還有一個好笑是那個 - 就是... - 民眾黨的那個嗎 - 對 - 那應該十九日應該已經是... - 那個應該是上週五的事吧 - 上週四五 - 嗯 OK - 就是民眾黨 - 因為那個Yoyo卡公司有到北市議會去做工作報告 - 然後民眾黨議員就炮轟說 - 北市府談了八年 - 為什麼Apple就是現在沒辦法整合 - 沒辦法刷Apple page去逼Yoyo卡 - 欸我也很想要這個功能 - 我也很疑惑 - 其實我也疑惑為什麼那麼久都還沒辦法弄好 - 他說談了八年為什麼還沒辦法整合 - 不是前八年就柯文哲啊 - 我不懂欸 - 對啊 然後他就說 - 藍白盒不合不重要 - 但Apple一定要能配 - 哈哈哈哈 - 然後... - 然後... - 然後現場的那個國民黨議員就開始高喊說 - 藍白盒很重要 - 然後議員就開始紛紛的也都加入這個討論 - 什麼意思 - 開始討論藍白盒 - 然後這個是台北市議會交通委員會的工作報告 - 然後再討論藍白盒 - 對 - 然後把Apple能不能配放一邊 - 對 就是這個還蠻莫名其妙的 - 我閃略掉荒謬的兩個字 - 然後... - 然後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- 就是柯文哲的任內的時候 - 他讓他的同學 - 好像老同學去接管北街 - 然後那個...他的那個... - 欸那個叫什麼去了? - 喔 酬庸 - 當年那個大家指... - 那個叫什麼去了? - 他是... - 你不講出來的話沒有人知道你腦袋想說什麼 - 我們不是回仇... - 我們什麼什麼去了? - 什麼... - 他可以講出名字嗎?邱毅凱 - 可以吧!大家都認識啊 - 就是當年被認為是他負責... - 柯文哲網路很...網路行銷很大一個工程的... - 你說邱毅凱? - 對對對對 - 然後他也是被... - 升任成那個... - 優惠卡公司的總經理 - 因為他... - 最主要被批評的是因為他自己本身沒有什麼交通專業對不對? - 但柯文哲就說... - 喔這個是照... - 這個是照那個規則升上去的 - 喔... - 他的遠房親切... - 邱毅凱還是邱毅凱? - 邱毅凱... 邱... - 欸那個字... - 邱毅凱吧... - 邱毅凱... - 邱毅凱... - OK OK... - 因為我剛常常邱毅凱超到一個球員 - 反正很好笑就是... - 反正總歸來說 - Apple能不能配也不是重點 - 藍百合才是重點 - 而且終於是他回馬槍捅了柯文哲一刀 - 對因為他就說什麼過去八年都整合不了嘛 - 你去問柯文哲啊 - 每年那麼早起床什麼屁用 - Apple還不是不能配 - 北捷的那個... - 欸幹嘛... - 北捷的加值什麼... - 就是那個算什麼系統 - 咱們嗎 - 那個算什麼系統 - 就是整個那個支付系統 - 我覺得真的很落後 - 因為我上一次去日本的時候還... - 前一次去的時候還沒有Apple Pay - 因為後來歷經了一些失戀啊... - 疫情啊什麼的... - OK不用交代這麼機會 - 我交代歷史脈絡 - 我覺得你揭露股跡有點太高了 - 對然後後來... - 後來我去的時候發現他現在可以用Apple Pay - 然後他就是那個西瓜卡 - 他就是... - 你不用打開你直接把手機... - 西瓜卡是什麼 - 就是日本東京... - 關東地區的一個... - 類似我們的Yoyo卡 - 它也可以做小的支付什麼的 - 然後你就是手機經過去就... - 它門就開了 - 就是沒有那個... - 所以西瓜卡是綁Apple Pay的意思嗎? - 對就是現在他會鼓勵大家直接綁到手機就好 - 所以你去感應手機就可以過了 - 你就直接拿... - 就你不用打開你就拿著這樣靠過去 - 然後你可以很順的走過去 - 因為北傑一定要停下來 - 對對對你還要這樣... - 就等他感應... - 有一些是真的在找Yoyo卡的 - 還可以再次呼籲 - 對不要給我在閘門前找Yoyo卡 - 我真的好希望有一天可以... - 可以不用找Yoyo卡嗎? - 世界太平嗎? - 沒有我剛剛本來想說 - 希望有一天北傑可以刷Apple Pay - 但我突然想到北傑有更多的問題 - 例如木柵現場停在路上 - 有比Apple Pay更重要的問題要解決 - 對... - 這時候還有什麼事 - 所以就是這個是那個... - 我們剛才講的是民眾黨的新政治嗎? - 民眾黨的故事 - 新政治嗎? - 馬文君 - 馬文君嗎?為什麼? - 我就故意不給你跳順序啊 - 哈哈哈哈 - 你自己安排的耶 - 剛剛說的明明不是這樣 - 卡琳你出來說一個公道話 - 不是就是其實我們有一個表格 - 大概講說今天的順序要講什麼 - 我們會有一點小小的腳本 - 對 結果他自己排了這些腳本之後 - 突然間跳到最下面那一格 - 而且... - 當然是跟郭台銘比較像 - 還是跟郭民黨比較像 - 還是跟郭民黨比較像 - 是跟郭民黨比較像 - 我覺得他自成一個 - 哈哈哈哈 - 他走一個黑色幽默派 - 好啦你想講什麼 - 都跟你講啊 - 因為郭台銘那個還好啊 - 沒有郭台銘那個時間 - 那你幹嘛放進去嗎? - 我們要幫郭台銘 - 我們要幫郭台銘 - 還有我們的好朋友黃世修 - 為什麼你跟黃世修是好朋友 - 我不要喔 - 我沒有喔 - 就是因為有人 - 有剪掉發現了 - 因為上週 - 原來臥底是你是不是? - 他們就有發現之前是新竹 - 好像新竹縣哪裡 - 就有一個 - 有一個幫忙郭台銘連署的人 - 有被收押禁見 - 他有講說涉嫌有買票什麼 - 連署有什麼好買票的啊 - 就買連署書的分數嗎? - 是這樣子嗎? - 我不知道 - 應該是這樣吧 - 然後台北這幾天又被 - 設定地檢署又查獲檢舉 - 說有連署站 - 花錢買個資來衝連署量 - 然後黃世修就有說 - 這個不是我們官方的連署站 - 我們也不認識他們 - 所以跟我們沒有關係 - 蛤? - 欸我以為郭台銘連署 - 應該感覺好像是蠻easy的事情 - 但沒有想到現在看起來 - 我覺得他有點 - 他就是狂撒錢啊 - 欸但我們還是要幫郭台銘講話 - 因為有時候政治 - 為什麼我們要幫他講話 - 不是不是 - 我的意思是有時候政治真的不是說 - 例如這個政黨他有沒有做這個事 - 有時候真的是底下有些支持者 - 或是有些那個地方 - 幫到忙 - 對有些會幫到忙 - 有些真的是 - 輸大壁有枯枝 - 亂幫 - 亂幫 - 好 - 欸可是 - 其實今天我覺得 - 我看到最開心的新聞 - 應該是那個欸 - 朱學狠 - 被起訴了 - 欸他 - 我跟他 - 對不起 - 我跟他爆出口 - 我說他不是說他要那個嗎 - 退出 - 他回來了 - 對啊結果 - 結果他退出多久 - 二十幾天嗎 - 他說無限期退出 - 可能時間到了吧 - 哈哈哈哈 - 他自己的 - 心中的碼錶到了吧 - 喔喔喔喔 - 他覺得退出了 - 他又開始回來在收斗內 - 而且有個關鍵是那個 - 當時大家 - 因為當時那個MeToo的時候 - 大家討論的是性騷擾 - 跟相關的事情嘛 - 就比較多是性騷擾 - 然後那個時候 - 在鍾沛君講出他的故事的時候 - 很多人說 - 欸這個其實是 - 有涉嫌到 - 強制威脅 - 強制威脅 - 然後那個檢察官也是依照這個來 - 起訴 - 他不是性騷擾 - 他是強制威脅 - 好噁心喔 - 因為他今天早上就被起訴了 - 非常非常樂見他被關 - 他有可能會被關嗎 - 強制威脅 - 強制威脅 - 我看他是有說 - 可處六月以上 -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- 所以是有機會被關的 - 對對對 - 可能對 - 但反正他就是一個 - 被起訴的 - 這也算是政治打壓嗎 - 會哪裡 - 你自己要在那邊 - 噁當噁蠻的 - 我們現在講話都 - 我們現在講話都很多元 - 政治迫害嗎 - 政治迫害嗎 - 想FIRSTORY - 讓你的節目輕鬆上架 - 輕鬆實踐動態廣告置入 - 建議你的會員訂閱制 - 芬潤更Easy - 當你自己的SugarDaddy - 歐媽咪 - 剛剛不是要講馬文君 - 對啊 - 他到底 - 他到底跟柯文哲哪裡像 - 我覺得國民黨跟 - 跟誰 - 跟柯文哲 - 剛剛突然當機 - 我覺得禮拜一真的好不適合錄音 - 你有哪一天適合 - 禮拜三 - 沒有就是 - 因為那個啦 - 就是各聖堂 - 欸我永遠記得你說 - 如果就是 - 因為很多社畜 - 大概就是會週末出去玩 - 然後他有一次就跟我說 - 要是你禮拜四 - 還沒有決定你週末要幹嘛的話 - 你這一個禮拜應該就是算是美局了 - 誰說的 - 你講的 - 我有說嗎 - 沒有我是說想幹你的人 - 禮拜四會敲你 - 但禮拜五才敲的就是 - 他真的很餓 - 或是他 - 或是他 - 不是不是 - 我懂的是 - 是這個意思 - 禮拜四會先約好週末的 - 對 - 對 - 那如果禮拜五六他才敲你 - 代表他真的沒有劇 - 他還是很混亂 - 你是他的備胎之類的 - 對所以最好是禮拜 - 禮拜四敲你的 - 你才是他的優先選擇 - 首選 - OK - 那禮拜天那種真的是他 - 窮途末路 - 他就是 - 積不擇實 - 非常想羞幹 - 但就是覺得找不到人 - 好難聽 - 好難聽 - 好難聽 - 可是我 - 還在鼓勵大家每天都可以聯絡朋友 - 哈哈哈哈 - 等一下 - 這個是男同志的文化嗎 - 沒有 - 你如果 - 譬如說你的對象六日 - 確定沒空的話 - 那你至少還有一個禮拜五 - 一個苦凶可以找到他的 - 都是禮拜天 - 都是禮拜天 - 對 - 好像又蠻合理的齁 - 哈哈哈哈 - 好 - 那為什麼我會講到這個 - 因為他說他禮拜三 - 比較願意錄音 - 對 - 好啦 馬文君 - 馬文君 - 馬文君在一個那個 - 廟口開獎 - 然後就講到那個 - 因為他一直在擋那個啦 - 國建國造的預算 - 我們前幾集也有講 - 可是他的廟口開獎 - 很貪腐 - 他高興就好 - 然後他竟然在廟口開獎說 - 五百億的潛艦換算起來 - 可以在南投蓋五萬多條的 - 那個道路 - 一百萬的道路 - 水溝什麼的 - OK - 那你現在是沒錢 - 蓋這些東西是不是 - 那他數學不錯喔 - 不是 我覺得 - 我的確覺得 - 從之前蔡北惠選那個 - 補選的時候 - 就有講到南投其實一直以來 - 長期就是常常被 - 過去就不被看中 - 覺得這個地方 - 是鄉下比較偏鄉 - 過去會這樣想 - 所以的確 - 這種地方去說 - 他們的基礎道路建設有 - 值得更好的改進空間 - 我覺得是可以的 - 可是南投我就想到 - 之前國民縣 - 國民黨那個 - 國民縣 - 之前國民黨那個縣長 - 李朝青他被判四百多年那個 - 對啊我們之前有講過 - 他就是因為貪污啊 - 而且你知道他是貪什麼錢 - 而且他是在天災後 - 對他是貪那個 - 就是例如我們今天發生土石流 - 或是大災難 - 然後我們就會有一筆 - 災後重建的 - 災後重建的費用 - 他是貪那個錢 - 對啊我覺得真的很夭壽 - 然後他去跟廠商收回扣什麼 - 所以那時候法官判他那麼重 - 他是以 - 分開罪加起來 - 一罪一罰 - 謝謝你 - 對 - 法官那時候就有說他是 - 他明明知道自己所在的縣市 - 常發生天災 - 你卻拿最嚴重的這個 - 救災前來貪污 - 啊他這個廟口開講 - 不是要反貪污嗎 - 對 - 對啊 - 你對你們前縣長 - 他們說那是以前的事啦 - 他們說那是以前的事啦 - 啊對啦 - 數大必有枯枝 - 再講一次 - 人多必有白癡 - 那國民黨剛剛黨員比較多啦 - 哈哈 - 而且因為那個 - 林靜宜也有針對這件事情 - 就是回擊 - 回應 - 他有講到一點就是 - 其實鄉鎮道路的預算 - 是在內政部 - 然後那些潛建國造什麼 - 那個預算根本就不同科目 - 就是說你不會拿國防預算 - 去蓋路燈什麼的吧 - 就是他用這個來類比 - 除非那個路燈會發射火箭 - 哈哈哈 - 可是馬文鈞不是當立委當很久嗎 - 他當了四屆了啊 - 而且他都在那個 - 他幾乎都在國防外交委員會 - 對就是英文不好死要待在裡面 - 是啊 - 伍斯懷也常待在裡面 - 所以他不可能不知道這個科目 - 不同部會科目不能挪用這件事情 - 可是他要應用這個 - 要用這個 - 會不會有一個可能 - 我卡住了 - 就是他硬要用這個來類比 - 去騙百姓 - 因為民眾不會知道 - 我覺得有一個可能 - 是他真的 - 不知道 - 我覺得他知道 - 喔是喔 - 剛剛是在反串喔 - 我們要再幫馬文鈞講話 - 不要來罵我 - 我就怕被罵 - 等一下現在是沒有言論自由了是不是 - 對我怕被罵 - 上週什麼 - 上週還有什麼事 - 就是上週突然開始 - 又在吵言論自由啊 - 但我想要先講那個 - 就是在上週 - 原來那個chips - 就是那個 - 呃 - 超佳事情 - 然後後來我看到有網友 - 就是在針對chip的那個 - 外貌 - 什麼打扮什麼 - 在做 - 我覺得不要這樣 - 我覺得不分立場都不要去找 - 因為人家有那麼多事情講 - 你管人家長什麼樣子 - 對 - 真的不需要攻擊外貌 - 然後有些人會覺得說 - 喔沒有我只是覺得他需要上鏡頭 - 他應該要把自己整理更乾淨 - 我覺得也不需要 - 你看 - 還是在公開在社區評論 - 或是你自己想要這樣做你就這樣做 - 對 - 就是針對 - 針對他提到的事情去評論就好 - 就事論事啊 - 對啊 - 那為什麼會講到言論自由呢 - 因為上禮拜之後有人說 - 他沒想過自己會面對言論緊縮的一天 - 他是誰 - 呱吉 - 可是呱吉 - 可是呱吉 - 沒有我其實覺得呱吉本來就是一個 - 跟他們講 - 他真的給我一個很多愁善感的 - 對 - 他很容易覺得 - 他很容易因為一些事抒發一些意見 - 但我就是覺得他說那個 - 因為他說這個是 - 他覺得這是一個比20年前更加不自由的年代 - 然後這句話其實踩到很多人的不爽 - 因為20年前很多人還在為了很多事在拼死拼火 - 20年前其實就像我們上一集講的那個時候 - 甚至在更之前 - 對 - 對 - 2003年的時候 - 其實這個差別是 - 不是批評政黨怎樣 - 是因為我們現在網路的文化 - 社群的文化 - 就是變成說你的言論的流通更快速 - 那你就會更容易被別人看見 - 被別人反駁或幹嘛的 - 你也更容易看到他們的意見 - 對 對 - 所以這個可以跟言論自由被限縮類比嗎 - 不是 我覺得很奇怪 - 是因為他們 - 因為其實我們這幾年包括我也覺得好煩 - 就是網路上真的 - 以前我們真的可以比較認真的寫事情 - 然後可能接近你的人就是類似的人 - 但現在就是會突然跑出一些各式各樣的人 - 跑來給你意見 - 因為你開地球嘛 - 對 - 但這個應該是代表我們現在更自由吧 - 應該是這樣子沒錯 - 更自由才可以看到更多東西 - 對 - 但是你就真的講話更容易被罵也是沒錯 - 可是如果你被罵你可以得到 - 你本來就是靠這個賺錢的 - 就像一堆人罵林志玲 - 我又要提林志玲了 - 就像一堆人會罵林志玲說你的微博去貼中國祝賀的影片 - 如果林志玲今天安安知道他就是沒有講半句話 - 因為他知道他其實靠這個賺錢 - 就算了 - 可是阿羅今天跳出來說側翼在攻擊我 - 你就會覺得你憑什麼 - 就是你明明就靠這個賺錢 - 你還想要在那邊嘰嘰歪歪 - 嗯 - 所以我其實有點受不了 - 不是受不了 - 就是以前我們受不了傳統媒體 - 是因為那些以前那些傳統媒體的人 - 就是壟斷那個市場 - 然後他們那個門檻 - 你要進到傳統媒體講話你的事情 - 門檻比較高 - 門檻很高 - 然後他們其實也不太需要面對你的建議 - 因為他們可能跟一般人是有距離的 - 對 - 對 - 如果可能你想要罵名嘴或是罵主播什麼 - 你可能只能寫信到電視台有的每一個人 - 或是在新聞底下 - 但他們可能不需要去看 - 看不到或是也不會直面的接收到 - 所以後來新媒體出來 - 大家才覺得比較像是一個新的環境 - 對 - 可是我們現在發現的是 - 當年新媒體先出來的那些人 - 就是在新媒體剛出來的頭期 - 掌握到話語權的那些 - 嗯 - 元老級的網紅 - KOL - 他們好像其實 - 又變得有點 - 沒辦法接受更多的意見 - 其實我覺得是 - 我就是有點適應不良吧 - 所謂的網紅 - 你靠這些流量跟聲量 - 去換取 - 譬如說金錢或是知名度等等 - 那相對的來說 - 你當然就也會收到 - 跟你的知名度成正比的一些回饋 - 那些回饋 - 也有可能是好的 - 也有可能是壞的啊 - 對 - 這是你應該要承擔的風險 - 你自己應該要認知到這件事情 - 應該要怎麼做 - 什麼 - 你說我們教這些人怎麼做嗎 - 因為 - 突然嘴軟 - 因為其實我很 - 我很支持 - 有很多人會封鎖跟隱藏留言 - 然後雖然那個都會被唸一下 - 被罵一下 - 但其實那個也是你可以選擇的做法 - 就是言論自由是國家給你的嘛 - 不是什麼哪一個 - 誰的帳號給你的 - 所以你看誰不爽 - 的確是可以刪掉它 - 除非你是公職人員 - 除非你是公職人員 - 對 去抒發言論 - 或者是 - 因為你如果封鎖那個網友 - 萬一他真的有一些 - 新竹市政上的問題 - 他就沒有辦法留言 - 對 - 對 但如果你今天只是一個 - 就是 - 個體戶 - 那叫什麼 - 你只是一個老百姓的話 - 嗯 - 你想要對你個人的社群 - 做什麼處置 - 其實都是自由的 - 無家的事的 - 我覺得還是就是架構出一個 - 架構出一個良好的 - 公共討論的空間 - 比較重要 - 嗯 - 但我覺得你要去要求所有人 - 不要在網絡上口出惡言或什麼 - 我覺得真的很難 - 大部分 - 很大一部分的人 - 就是沒有在管你的 - 而且現在很多人是要求 - 特定政黨的支持者 - 必須要怎樣怎樣 - 嗯 - 而不是所有的網友 - 嗯 - 所以我覺得既然你沒辦法 - 真的約束到所有人 - 那你可能也要 - 就是加強自己的情緒控管吧 - 我覺得 - 我覺得 - 或者是暫時 - 遠離一下 - 如果真的已經影響到 - 你覺得你已經 - 快要崩潰了 - 對 - 就像我們 - 就像我們之前有一陣子 - 也不太更新就這樣 - 哈哈哈哈 - 我不理心 - 可是我覺得 - 她在提出那個 - 因為她有提出她的看法 -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掛緊 - 她說她現在 - 每當她想要說什麼的時候 - 她身邊的人會提醒她 - 說你要不要少說一點 - 我怕你講完被罵 - 她說這難道不就是 - 言論被壓抑的證據嗎 - 她說這不是 - 這不是 - 這是你朋友關心你的證據 - 是 - 這跟言論只有緊縮沒有關係喔 - 對對對 - 這個是因為擔心你的情緒 - 會受到影響 - 可是這的確是她心中的一個壓抑啦 - 就是我好擔心 - 我擔心我又講了什麼會被罵 - 可是這個其實就是 - 因為我其實不 - 我一直是蠻喜歡呱吉這個人的 - 對 - 可是她的這類發言 - 真的會讓我覺得她在處理這個方面的情緒 - 有點太玻璃性 - 因為其實我在 - 換你要注意發言喔 - 對 - 我真的覺得這就是玻璃性 - 因為其實我從 - 我用網路至今 - 包括我上一集講到太陽花那些 - 我在寫那些故事的當下 - 並不是大家都支持的喔 - 有很多人是來留言活該被打 - 然後我有因此失去蠻多現實生活中的朋友 - 嗯 - 真假的 - 對 在學運那個時候 - 所以 - 天啊 - 你挺同你去參加學運 - 你支持反合 - 其實都會有蠻多難看的留言 - 然後是講得蠻直接的 - 然後我的確那時候也會蠻焦慮 - 就是我不想要被罵 - 嗯 - 真的我不想要被罵 - 就沒有人想要被罵喔 - 就是我 - 我那麼辛苦 - 頭破血流還要被罵 - 我們心中都有那個玻璃心啦 - 但我就會在家揍牆壁 - 像泥泥媽媽一樣 - 有兔兔兔兔兔 - 或像花澤淚一樣 - 倒立眼淚就不會流下來 - 看 - 沒有就是人要自己 - 那不是花澤淚吧 - 那是花澤淚 - 好 - 是花澤淚沒錯 - 不是 - 是流星花園 - 流星花園裡話 - 他跟山菜說 - 不是翻滾吧阿信嗎 - 不是 - 翻滾吧阿信 - 可能有致敬 - 可能有致敬 - 那最源頭是流星花園 - OK - 你看早在網路還不普及年代花澤淚就想到如何調節那個壓力的方法 - 就是大家 - 可是他那時候要調節壓力的那個程度 - 滿難的對不對 - 可能不一樣阿 - 因為我們現在可能更高阿 - 對阿 - 可是就是我意思是大家要自己找到那個 - 因為我 - 像我就是我之前有一陣子是我會更極端 - 是我只要覺得我這陣子情緒不好 - 我會把所有的社群鎖起來 - 就是停用帳號暫停 - 那個停用是我連燈都登不進去那種 - 對然後等到 - 那你要怎麼解封 - 就是你可以去設定那邊去設定那個回復帳號 - 對 - 它會讓你有一段考慮期 - 然後別人就收不到你的帳號 - 然後你自己也看不到 - 然後我會等覺得我現在需要社群了 - 我現在好多了再回去 - 對 - 就定期幫自己舉行一個社群排毒的過程 - 喔 社群排毒 - 對對對對 - 我覺得我看到沈柏陽發的那一篇 - 他也是針對這個事件有寫了一篇臉書 - 我覺得他後面有一段講得很好是說 - 其實就是關於這種風險就是被批評的風險 - 他說其實這跟政黨沒有什麼關係 - 主要是跟社群平台什麼時候開始流行有關係 - 嗯 - 他的最後他的意思是說 - 其實真實世界就是這些人 - 一直都在 - 在這十年間二十年間並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- 對 - 其實一直都是大概這些技術 - 他們只是現在有不同的交通方式抵達你面前 - 對 - 對 - 簡言之就是這樣子 - OK - 好啦 那今天差不多就這樣子 - 欸但我是想抱怨一下 - 就是真的 - 不是 - 不是 - 不是你哪來這麼多旁邊 - 不是啊就是 - 我真的希望 - 我們像上次講到chip - 其實我是 - 我不在意任何人有沒有表達他自己的壓力 - 因為他人的壓力是真的存在的 - 是是是 - 可是我們在意的是他講出抄家兩個字 - 會讓我們有些不好的想念 - 不好的回想 - 包括他講到說 - 馬英九那時候大家罵得怎樣怎樣 - 所以我們才會回顧到馬英九時代的事情 - 然後呱吉 - 其實我自己個人對於他用抄家這個形容詞 - 我自己覺得還好 - 還好 - 但有些人會踩到 - 但有些人會踩到 - 以及 - 像我 - 對 - 所以我們上一集講的其實是 - 對於抄家這個詞的聯想 - 對 - 然後像那個呱吉 - 其實也是他講到20年前我才覺得 - 這個有點嚴重 - 就是每個人會被語言 - 還有各自介意的點啊 - 對對對對 - 每個人會被不同的說法 - 有一些踩到一些東西 - 對 - 然後 - 所以真的呼籲大家謹慎用字 - 就是你打字前 - 拜託想一下這每一個字的 - 可能延伸出的意思有哪一些吧 - 喔 - 學像柯文哲你要講 - 你要講清潔人員 - 就講清潔人員 - 你講個黑人什麼 - 你剛才講一下掃地的 - 掃地 - 掃地 - 他引用原文啦 - 原文就是掃地的 - 掃地是至高無上的工作 - 不算這樣擦玻璃就不好嗎 - 也不錯啦 - 也不錯啦 - 擦玻璃比較危險 - 好啦 - 那今天就先這樣子囉 - 謝謝大家 - 掰掰 - 掰掰 - 掰掰 - 喜歡重新錄一段的 - 記得到IG - YG - 以及各大Podcast平台 - 搜尋重新錄一段 - 追蹤並閱 - 還有限動tag我們喔 - 還有限動tag我們喔 - 喜歡重新錄一段的記得到IG